哈喽大家好虫粉的一泰又来了 娱乐圈中充满着玄学 有人能够凭借一部戏瞬间走红 但也有人虽然不乏资源 却总是离大红大子有一道沟壑之格 这些捧不红的明星 不乏有颜值有演技之人 但他们其中有些因为淡泊名利 性格低调 有些因为能力有限 口碑欠佳 所以一直都是半红状态 今天一泰就带大家来看看娱乐圈 怎么都捧不红的几位女演员吧 看一看其中 有没有让你感到惋惜的呢 孙谦还没毕业就参演了 快把我哥带走这部 根据人气国漫改编的校园剧 可以说这对于他这样一个新人来说 有这样的机会实属无益 而且对彪张子峰他居然完胜 据统计他先后主演近十部女主作品 搭档了张新成 李文俊等人气小生 他还曾参加爆火综艺节目演员请就位 虽然演技一般 但还是借此提高了不少曝光度 去年11月 孙谦和赵丽颖比光杰等人合作的 《风吹半夏》播出 据说他还因为这部作品和赵丽颖 出成了闺蜜 今年3月初 孙谦还被品牌特邀参加了巴黎时装周 要知道很多比他他位更大的艺人 都没有机会参加 可见他的公司 还是把他当作主星骨来培养 孙谦出道以后就由小泉智贤之称 他的长相很有辨识度 这种演员通常只要公司 稍微给点机会就有爆火的机会 不过孙谦身上的限制 也是阻碍他发展的最大原因 就是个人定位不明显 而且可替代性高 蔡文静因为19岁时拍摄了 邓超绽放的《MLEAR》出道 起点不算低 只不过开始拍戏后 也都是一些小配角 观众对他也就是眼熟 但叫不出名字 不能说是高开低走吧 这也算是一个演员 应该积累经验的正常现象 为了发展 蔡文静不得不另辟蹊径 与老东家解约 签了新的经纪公司 直到与同心张一山 搭档出演了七个我后 蔡文静的演艺生涯 开始了过山车一般 每一部戏都是女主角 搭档的都是黄晓明 彭冠英 张新成这些男演员 在新公司 他终于得到了期望已久资源 并且一鼓作气 连上六部作品 五个都是女主 好好生活 玲珑光芒 紧急攻关等等 可面临具火人不火的体寒体质 蔡文静也无可奈何 此前她在网剧《阳光之下》中的表现 确实也惊艳了观众 很多人说 蔡文静也该火了吧 但事与愿违 等到聚播完热度过去 一切又归于瓶颈 其实蔡文静的长相 也很有辨识度 很漂亮 但她的整体风格 却并不鲜明 比如前段时间热播的底线 配角王一南的戏份 远没有她的多 但观众就是记住了她 反倒是蔡文静 有一次被观众抛之脑后了 宋言飞最早曾在韩国娱乐公司 被当作是女团成员培养 她的各方面条件也都非常出众 只不过后来因为伤病才遗憾回国 要不然可能在国外爆火 宋言飞刚刚回国就参加了一年级 大学季 一同参加节目的陈毅 孟子毅 张于希 行飞等都或多或少提升了点热度 看似条件最差行飞都跟任加伦二大 只有宋言飞还在合作一些新人 宋言飞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出来之后 基本上都是女主作品 反而她参演的女配比较多 比如丽艾先生穿越火线等 这几部剧的主角都是一线男女演员 其实反而来说这是一种更好的提升机会 而且她参加的综艺比较多 只不过都没给本人提升什么热度 有人说宋言飞的脸让人很难接近 没有什么路人员 明明什么都不缺但就是少了点运气 好不容易和杨迪一同参加综艺能蹭蹭热度 还被只区别对待 不过因为她的时尚表现力很强 所以未来可以往时尚圈发展一下 李一同也算是经常出现在荧幕上的 观众见了她的脸是既陌生又熟悉 其实这位女演员的综合条件都不差 但就是怎么捧也捧不红 作为舞蹈专业毕业的李一同 也不是科班出身 但毕业后朋友邀请她拍了小片段 没想到阴差阳错之下 她就爱上了演戏 还进了娱乐圈当演员 无意间被余正看到并赏识 还被力捧 创造了八个月播出九部戏的个人记录 比如别云间 赫丽华婷 我在时间镜头等你等等 各个层次的男演员都给她搭档了个遍 陈建冰啊 陆毅啊 还有洋洋李线 一度让她在同七女演员中的资源拔地而起 可惜 最后还是打了水漂 李一同就是不温不活 不免令人好奇 这是咋回事 有一说一 除了体质寒 李一同的演技一直是可圈可点的 很多合作过的演员 对她都是好评不断 在射雕英雄传中 她塑造的黄龙也很有看点 但要说是演技风神倒也不至于 而作为女主 演技过关又配合的 李一同算是一个 因此很受圈内导演喜欢 此前在特战荣耀 她也是担任女主 不过反响平平 网友一致认为这类角色并不适合她 大部分的关注度都在男主身上 戏约不断对演员来说是好事 但却不能让他们停下来沉淀自己 钻研演技 再加上李一同 很多女主剧其实不太适合她 反而在《苍蓝绝》中 饰演一个客串的角色出圈了 这找谁能说理去呢 张若南入圈算是同龄人中比较晚的 一开始她就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模特 后来因为外貌清纯 获得了出演大热电影《悲伤逆流城河》中的女儿顾森香 不过虽然是女儿 但还是很出彩的 随后她先后搭档了多位圈内爆火男明星 其中包括已经塌房的一线男鼎刘李某 陈伟霆 胡一天等 在杨子和景国然的女心理事中 饰演单元女主也小火了一把 在许光汉凭借《喜欢你爆火》之后 张若南还和她合作了电影《你的婚礼》 当时预告片一出呼声特别高 只不过最后播出效果却没有想象的那么好 而且张若南还参加了很多综艺 包括中餐厅一起录影吧等 张若南的各项条件是很不错的 人设立志不说性格也比较讨喜 而且明明她在每部作品中都能成功出圈 但就是巨火人不火 至于她为什么不火 目前还不知道原因 但归根结底可能就是运气一般吧 周宇彤刚出道那会评价可不低 一张韩剧女主气质的脸 还被网友评价 撞脸调性会 可惜现实很残酷 她终究是加入了彭不红大军的队伍当中 还记得在《韩武记》当中 周宇彤和红明浩海边哭戏片段 很多人都以为是韩剧 二位将那种深爱却无力保护心爱人的感觉 演得撕心裂肺 看哭了所有观众 此后还搭档过张新成 龚骏等出演大宋少年制 和从结婚到恋爱 开起来荧幕刷脸模式 我在他乡挺好的最酷的世界 当爱情遇上科学家也陆续开播 几乎就是无缝衔接 毋庸置疑 周宇彤都是女一号 但最后都以巨火人不火惨淡收场 虽然当中不乏平分高的作品 却并未带着她脱颖而出 观众员对周宇彤来说也不缺 但到大红大子 她的运气远远不够 作为唐人曾经的四大天仙 胡冰青在公司的受宠程度 说是第二 那没人敢说第一 公司方面势必要将她捧成刘诗诗二号 可想而知她的资源有多好 在《旋风少女》中 她上来就跟顶流洋洋搭档合作 剧中还有无类白净庭 女主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胡冰青 在剧中的形象也并不讨喜 已经播出就被网友吐槽的一无是处 但仍旧没能动摇她在唐人一姐的地位 接下来又给了她一些《独孤天下》 《菊生淮南》这样的大制作 还回回都是女一号 但水花一个比个小 在《独孤天下》当中 给她做配角 安以轩都能抢了她的风头 不知道的还以为安以轩才是女主呢 同样 在《贵中美人》当中 公司派陈瑶来给她当配角 虽然这位水花也不大 可也完胜了胡冰青 不论装造 颜值 演技 很明显的陈瑶更胜一筹 戏数过后 发现胡冰青主演的作品班底都不差 放到其他小花身上 可能现在也早红了 就是不见她有啥动静 有网友还吐槽胡冰青的颜值 相貌平平 完全称不起女主戏 《无心法师》播出之后 大家有没有被剧中的月启罗给惊喜到 陈瑶虽然是个女二号 却迎来了口碑 成为观众心中的瑶妹的真实写照 她和张若云这对剧中CP的热度 当时还远超主角 实不相瞒 很多人还是冲着她俩去看的 只不过在这之后两人的发展 却一个向左一个向右 张若云像是开了挂 心徒一路高歌 而陈瑶却逐渐查无此人 即使后面的少女大人《无心法师3》 像我们一样年轻等多部剧 都由她来担任女主 那也挽救不了她在演艺圈的地位 对于明星 自身努力很重要 心运也很重要 有些人可能很有运气但自己做 还怪天怪的活不起来 比如某爽 她的演技大家心知肚明 可她在没出事前 简直是老天赏饭吃 而有些人很努力骗约也接到手软 可就是少了一份运气 这对比还真是悬了 关于娱乐圈捧不红的 你演员小伙伴们 还有什么补充呢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与一太进行互动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四一太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四一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内容哦 我可以在评论区里面 我可以在评论区里面